大家好,我是Mike Leung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拍行拍片的心得 其實小弟來說也不是拍了很久,拍了兩年半左右 但也想一邊學一邊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多些交流 首先,小弟在我的Youtube上放了一個叫Mike Leung's Drone Video的playlist 這裡有四十條影片,其實早期拍攝就有點不太好 後期拍攝就好一點 其中有一條,就是這個list裡面的第一條影片 就叫做Lofoten Islands,就是羅佛敦 就是羅威的一個很漂亮的地方,拍了一條航拍片 歷時三分鐘左右,雖然說是三分鐘的影片 但其實小弟當時看回一些影片,簡影片和後製 都攪了一整六個小時,才撿到一條三分鐘的影片出來 這條影片為什麼我特別會推介呢? 因為當時我在一個歐洲自由行傳攻略的Facebook群 我就放了這條影片出來,也有幸拿到超過一千個讚 其實如果你說出一張照片,超過一千讚 在這個群組來說就不奇怪,因為有十萬個成員 但如果你說出一條航拍片,一條Youtube片 不要說是不是航拍先 因為其實出片,人家會看的機會是低很多的 一來難一點會彈出來,二來未必每個人都肯看完 不要說只看三分鐘了 就算我這裡所說,就算要人看三十秒,其實已經很難了 我都說,如果能看完全片的人,請留言 誰知道整條影片有三百三十個回應,非常熱烈的 有七十一次分享,我都覺得這件事很驚訝 好了,再說一下,三十秒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其實就是說,我想很多玩航拍的人,以前也有拍照的 其實他沒有做這個時間軸的,時間軸的概念就是 例如你看一個slideshow,一些照片這樣說 可能是說三至四秒就換了一張照片 其實也是說,別人看你的照片不動四秒 然後你一定要換畫,不然別人也不會繼續看下去了 其實好比就是說,如果你拍一段片,你拍著同一個照片 如果你是四秒左右,你都完全沒有動的話 你都不會繼續看下去了 或者是說,平均來說是四至八秒,四至八秒 你沒有什麼變化的話,其實就會... 別人會預期你之後的一段片都很悶,他就會停的了 不會再看的了 所以其實一段片看到三十秒已經很厲害了,我覺得 但是當然,如果你一段片,你的變化很大的話 其實你可以保持久一點點 譬如說,可能十秒、十幾秒,很精彩的話 別人也會繼續看下去的,視乎你的內容 好,或者我簡介一下,我今天想分享的一段片 其實今天分享也不止一條的 我這裡有四十條片,我會分幾次這樣說的 首先講一講這條片,Nofleton Islands 那你會看到,其實有些比較有趣的場景就是 連鯪鳥跟著你來飛 那這些點是值得是,可以留下的 還有,我自己有個建議的 就是每逢行拍片,第一段其實可以長一點點 即是不用那麼快轉畫面的 就算你後面四至六秒轉一次也好 你前面就算你hold 到 10 秒左右 我這段大概是 8 秒左右 都ok 的 反而如果你第一個 shot 太快轉的話 人家就會覺得很花 所以第一個 shot 記住是可以長一點的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有沒有留意到這段音樂 其實這段音樂是取自日本一個 做了一些 game music 的很出名的大師 這首音樂就叫做 Final Fantasy 即是它的遊戲叫 Final Fantasy 但這首音樂也是叫 Final Fantasy 本身就是我買這個音樂回來 但它就沒有 copyright 的 information 就算是 paste 到 YouTube 也好 或者 Facebook 也好 它也不會有 copyright 的問題 只不過如果你在 Facebook 用這段音樂的話 就可能就是說 你的版權就會歸音樂的發行商所有 即是你的影片收到廣告的錢 你就不會拿到袋子 就是這個意思 可以說 就是航拍片的音樂 其實真的蠻重要的 我覺得分分鐘是佔了你斷片的50% 即是說如果你斷片 不要說50% 我想說33% 我就說三分一左右 那你斷片的三分一 其實是很體重的音樂 你斷音樂如果是失敗的話 你的影片也不會很對變的 還有你留意一下 我自己就很喜歡向後飛 因為其實 你向後飛拍到你的話 其實那個 即是 本身有一個存在感 你知道我們很多時候 即是拍片 即是自己看的 都想拆一個存在感 對不對 如果你就這樣 全部都向前飛 就 即是 沒有什麼看的 所以我們會選一些向後飛的 好了這個比較悶一點 好了 那這裡就是 即是你看到很快 幾秒鐘就轉了 甚至乎 有些朋友會說 有一點點眼花 但我覺得也不算 其實你 如果保持著 4秒至6秒左右 轉一次都可以的 但如果你 很多鏡頭都是 一兩秒轉 就真的會很花 好花 那這裡呢 其實是玩跟車的 這裡拍了很多個鏡頭 只不過 就是 全部都是這三輛車 好像追蹤它 從那裡 去到另一個地方 那你見到 我有很多鏡頭 都是這樣 拍攝之後 鏡頭 就是說 你部機 一路向左旋 然後鏡頭慢慢拍攝 就會比較漂亮 就是有一點點彎彎 全部都是 好了 我跳一跳去前面 看看看看 那有時候 有些 就是 屋仔的鏡頭 就是我會 做法 選擇 軟一點的鏡頭 對 軟一點的鏡頭 然後 再慢慢去 攪拌 它 就是這樣了 有時候拍攝一下海浪 我自己覺得 都是 就是 都 蠻養眼的 就不用全部都是 那些路 那樣 還有就是 就是 我去Lofoten這幾天 有好天 有些是下雪的 其實下雪就不代表 是沒有東西看的 雖然說它本身是 灰暗一點點 但是 就是 人家見到好像有些 天氣變化 好像見到四季 那樣 那說少許趣聞 其實呢 我剛才那個shot shot 就是 就是剛才 陸大樹那個shot 其實就是 飛機連拍照都拍不到 它直接停定不到 是 停在的時候 其實它會飄的 風速是大於35公里的 應該 風速是大於35公里的 應該 然後呢 去到後面呢 就有些這樣的 嗯 遲到的 其實這個是用一部中幅相機 是富士的FUJIFRAME GFX50R和50S 我们两部都带光去 其中一部50R就是和富士借回来的 因为我本来是他的X Photographer 是可以和他借机的 不一定全部都是航拍 中间可以夹一些Timelapse 进去 那就会更多变化 这个拍得这么漂亮的 其实很明显就不是一个视频 因为视频的质素不会那么高 其实这个是一个Panel照片 拍片的时候 我们有时会拍一些3x3的Panel Wide Panel 或者是一个180度的Panel 这个其实是一个180度的Panel 拍出来之后 自己就在背后后制和Stitch 就是粘在一起 因为我整条片是用LumaFusion去收拾的 讲一讲 如果是LumaFusion的话 其实我有另外一条片 就是讲关于LumaFusion的教学 这里这样的Panel就是在LumaFusion 后制 就是它本身是一个Panel上 然后在LumaFusion 就做一个Keyframe 用Keyframe的方法来Panel 其实去到这里就是 有四幅不同的照片 是有四个不同的Panel的方向的 其实每一张照片 都是出现两秒左右而已 因为它不是那么大变化 所以其实也不需要说 压力保持到四五秒 而且你看到每一张照片 Panel的方向都不同的 这张也是一张Panel的照片 是用中复机来拍的 那你看到呢 就是好像一个 就是所谓什么 天空之镜 或者它真的 譬如说 割山眼看到的倒影 其实真的很清 不会说有很多波纹在湖面 因为这个湖 其实如果没有船经过的话 其实真的很静 很强烈的 那一完整的时候 就可以自己加上一个 就是 就是 Title 或者叫Ultro 那尾尾就 就是说 用什么机拍啊 这里是哪里 用的也有什么Music 这样的 那其实整段片 大家再仔细欣赏一下 的话 那我就是 就是 Sing with this Music 就是说 其实呢 它每个场景出的时候 其实是和那段音乐 那个拍子 是升的 那这一点呢 就是大家要练习的 要试一下 那就是说 要听着这段音乐 来去剪片 好了 那这次的介绍就到这里 那下次呢 就会讲讲其他片 那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是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留言和赞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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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